为了中国外长王毅他10点才开始的记者会 但是清晨6点半只有不少的中外媒体在开始排队卡位等候了 因为呢这堪称是中国大陆取消中纪会之后 最受总的一场中外记者会了 这是两会期间最高层级的记者会 难得能跟大陆战狼外交官王毅面对面 中外媒体记者不知其得比基早 举手提问也要比谁的速度快 美方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 单变制裁的清单在不断地延长 愚家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 最终必须害了自己 王毅指出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 当时说好双方关系要重回健康轨道 结果美国对大陆的打压并没有停止 有鉴于中美关系 攸关台海紧张局势是否进一步升级 王毅回应台独分裂行径 就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因素 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 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听到台湾媒体的问题 王毅笑笑没回应快步离场 台湾议题几乎每年都是大陆外长记者会必答题 王毅的强硬立场一以贯之 王毅回过中国外长之后的第一场国际记者会 一共回答了21题 不过罕见是没有听到日中关系 而台湾是不仅独占议题之外 也出现在美中关系的答题当中 所以显见台海局势跟其他国际题一样非常重要 以上提醒朱光宏陈永文在北京的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